中共政治局会刚落幕川普加码,解逆中共智库哀嚎,美国总统川普拟兑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抵消,近越来人民币迅速贬值,带来的影响,有分析认为,让人民币贬值不见得是好事,可能引发资金外逃等川普政府对中美贸易战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 而中共却被动出牌,甚至没牌,可出美国商学院教授谢田近期专闻表示,对川普政府政客的误判不是中共官员意识,不到是他们不愿意去真正认识美国。 川普总统再次加征关税,再提席近平川普政府,一日宣布你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从先前提议的10%,提高至25%白宫要到8月末之后,才会就上述关税措施做出最终决定。 该措施可能将针对消费品、食品以及机器组件。 川普顾问认为提高税率的目的之一是抵消近越来人民币迅速贬值带来的影响自五。 月30日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累计下跌6%这些关税,要等到公众意见征询期过后才会生效。 不过将税率提升至25%的前景,恐令中美贸易争端升级。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美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施压不会起作用,中国一直坚持通过对话来解决争端。 7月31日川普在佛罗里达州发表讲话时说,针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已经做出了最强的回击我们在中国这方面。 做得很好,我非常尊重中国,我也非常尊重中国的习主席文昭,人民币贬值不见得是好事文昭7月24日在自媒体上分析,表示汇率降低,能刺激出口。 但是这项工具对中共并不是一项足够得心应手的工具。 他自己要非常小心,也造成了这种战术的成果非常有限。 一方面是人民币贬值虽然能刺激出口,但也提升进口价格,对于需要进口原料和半成品的国内企业来讲成本会上升。 其二是增加了资金外逃的冲动。 资本从股市撤出,造成股市下跌压力增加,资金涌入相对能保值的房产市场,造成给房地产去泡沫的难度增加加大了金融风险。 所以,人民币汇率只能一点点的降到一定时候,还得给电视降温。 观察宏观经济环境对这季猛要的承受能力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贬值,大幅度和快速的贬值是不可能的。 这招用,在贸易战里不像关税手段那么管用,没法在短时间内给对手释放,够得杀伤力,却又体现出了足够大的敌意,破坏了谈判的基础。 其实,是不明智的不是中共官员意识,不倒是他们不愿意去认识。 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近期撰文趁中共舆论宣传文章说想不到的,是美国政府下手这么狠,时间如此紧迫,容不下谈判的时间。 他们说这是中国官员和专家预测,不到的其实不是中共,官员意识不到是他们不愿意去认识川普,在竞选初期就明确表明了立场。 中共只是一厢情愿,希望左派政客上台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拉拢,合作了。 但令他们遗憾的是,美国不会在左派的,背离传统的路上继续走下去。 中共舆论家认为美国下重手,300亿,500亿,2000亿叠加式的增收关税,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确实如此。 中共对美国的开由,剥削被民主党政府忽略,放任,以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如此,也是前所未有,得也是需要拨乱反正的。 中共舆论宣传文章说,悲哀的发现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 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与中国建立统一反美联盟,他们承认中国曾经援助了许许多多的国家。 那些国家也拿了中国许多好处,但关键时候那些国家都没有与中国采取统一行动。 谢田文章说这就对了。 中国人讲得道多注,是道寡注,说,的恰恰就是这个道理。 中共对许多国家的援助和收买,是违背中国人民意愿的,利用金钱收买获得的国际支持为反道义自然也不会长久。 非但如此,中共很快就会发现许多国家,包括那些接受了中共金钱的国家。 将来会与美国结成反共联盟,开展人类社会,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围剿。 中共舆论宣传文章说,想不到美国国内竟然形成了统一战线共和。 民主两党虽然在对全球增税方面有分歧,但在对华贸易战方面,两党的意见竟然是统一的谢田文章分析。 说,在对中国的贸易问题上,对这个重大的贸易政策,美国两党出奇的统一,不会让所有中国人很受伤,只是会让中共很受伤。 听不见很多中国民众对贸易战欢欣鼓舞,作弊上官。 静看中南海的好戏中共,已经发现在美国国会中,没有一个替中国说话的政客。 中共许多收买过的,邀请去中国访问过的议员,政客许多被川普解雇,或因行为不党被迫下台。 今年的中期选举之后,世人还会看到更多的清洗。 看到美国保守的,回归传统的力量更进一步,的增强。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photos rapport。 看到美国保守的,回落了。 鳇佳罗网格。 无息天文字競飞 ¡ 噢! 不是